大家平安,欢迎来到每日亮光一起试想上帝的话 今天我们所研读的经文是先知西班牙的第三章 接续前面所读的第二章 先知在谴责以色列的邻国之后 本章就提起了耶路撒冷 先知一开始就说 耶路撒冷惨了 他要腐败、叛逆、弃压自己的人民 先知西班牙则被犹大国的首领 官长、先知和祭司 这些人原本应该负责维持法纪和教导百姓 居然利用他们的地位为非作胆 并且亵渎上帝 好像吼叫的狮子、饥饿的豺狼一样 贪得无厌 而一些先知说谎欺骗百姓 而祭司又歪曲上帝的律法 其实上帝透过对列国的审判 目的就是要警告犹大 可惜上帝的子民却不愿意悔改 人不断地作恶 引起神的审判要临到 目的是使他们归向神 当中先知说 到那时候 我的子民啊 你们无需再因背叛我而觉得羞耻 我要除灭所有骄傲自大的人 人作恶得罪神 应该自觉羞愧 但当人肯认罪而神又赦免人的罪之后 就不需要再自觉羞愧 反倒应该全然改变 在这章的最后是欢乐之歌 感谢主 当人肯悔改 神就恢复与人的关系 先知说 时候要到了 他们要对耶路撒冷说 喜安城啊 不要害怕 不要让你的手发软 上主你的上帝与你同在 祂的大能使你得胜 祂要因你欢乐 祂的慈爱要赐你新生命 祂要因你喜乐歌唱 像人在过节时那样欢乐 上主说 我已经终止灾祸的威胁 除掉了你的羞辱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先知西凡亚所作的诗歌 提醒我们有关信仰重要的信息 请大家不要再被罪所捆绑 当悔改归向神 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软弱 求告神 领受上帝的赦免 恢复与神的关系 我们的人生将因此而充满 丰盛与荣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